我跟我老公结婚13周年 然后他就给我买了一个礼物 就给我买了一个过来 对 然后我是3月 因为3月9号买的 是在他们江山小米之家 这个店里去买的 这部小米12手机 花了3999块钱 李女士从事通信行业 她说3月11号 手机在用公司内部软件时 出现闪退 后来使用购物软件时 也发生过闪退 她反映给小米售后 先进行了系统升级 可半个月后 问题还是偶发性出现 5月16号 她又来到小米授权服务中心 海鼠区越湖店 我们这边也检测不出来 我就给你手机 给你刷新一下 刷机 那我也选择同意了 我也没在那么多 我说那行嘛 给我刷个机嘛 我没想会出这么的问题 那刷完机之后 刚刚给你们看了 回家第二天 就出现那种不动了 它故障不复现 那也测不出来的吧 你故障如果当场复现 那我们当场可以看到 问题那很好解决的 这种问题 而且包括你软件 不嵌容的问题 也有可能会存在 按小米的要求 李女士收集了故障视频 其中一段视频显示 她正在使用健康宁波 小程序打卡 手机卡住了 李女士一巴掌拍向手机 另外一段显示 李女士点击微信中的联系人 跳出来的对话框 总是下一个人的 似乎屏幕触控错位了 李女士说 手机后来又被送到杭州检修 六位13号刚拿回来 目前还没有出现问题 如果手机确实可以存在 确实存在问题 这边是可以测出来的 但是有些的话 它的确是属于那些系统问题 系统问题 这边的话 也可以给你刷机 给它解决 但是上次的话 也经过我们检测 也经过杭州的 杭州的一个返场去检测 那可能检测出来 当时联系您都没有问题 对 你们检测出没有问题 那它怎么会有这些 它描述的问题 对 它建议我刷机 关键刷完机之后 我又第二天就出现 在这边刷机 第二天出现问题 我就直接发给他们微信了 微信发的评论都在的 我直接发给他们 他们给我解释 这个是第三方软件的问题 我的手机也会出现这种问题 那我就接受不了的 我当时我手里 还有另外一部手机 我另外一部手机 因为小孩子早上要打卡 我另外一部手机 打卡正常 就是那个登不了 李女士说 她的工作软件 出现问题的频率最高 她试了一会儿 闪退 死机 卡顿 错位等问题 都没有出现 门店也无法明确原因 李女士要求退换机 超过这个时间 现在应该是不行 但是我这边有什么问题 我也可以向上面领导 去反馈的 闪退 卡顿 还有非评 是吧 对对 之前有跟你们反馈过 你这边应该有记录的呀 6月11号回复过您 是吧 是那个 这上面闪现是您认可 咱们这个受货机毁了 无其他问题了 是吗 我没有认可 你们就这样子处理问题的 直接说我认可了 是吧 记者等了24小时 没有收到小米方面的回复 第二天 李女士又给记者发来视频 说她使用工作软件时 手机又卡顿了 她还告诉记者 同时的小米11手机 用工作软件 没碰到过类似问题 1818黄金眼记者报道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邀经研了